老母鸡给我炖了 对 所以我觉得让你破费了 真的 没有 辛苦了 而且你花那么久的时间给我做这个饭 辛苦了 辛苦了 露脸露脸是帽子叔叔 对 他是帽子叔叔 然后呢 如果说真的把我把我当把我们当成家人的话 就露过脸吧 几家阿姨们你们都说想看他露脸 是不是 你们想看他露脸的话 可可小姨我看一下呢 我们家就是昨天有看我们直播姐姐阿姨们的话都知道的 对你们想要看呃 你一样就是露脸的话呢 你们可以把衣扣在柜门上面哈 把衣扣在柜门上面 有那么多想想看他露脸呀 各位说的 哇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那么那么那个哈 哇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那么那么那个哈 那么热情哈 但是的话确实 我昨天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我的话 因为我工作的性质原因哈 然后暂时不能给大家 大家露脸 后期的话慢慢慢慢的就是我那边 呃抽个时间 然后给会跟大家见个面的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我工作的性质大家也是知道的哈 对所以说各位说你们能不能理解 呃人家就是 对胡胡说的很对很对哈 因为是出于是他是那种嘛 然后他说 出于工作的原因所以说 工作的性质比较特别嘛 你们呃理解一下哈 理解一下 呃各位叔叔阿姨们哈 对我觉得然后呢 嗯保持神秘感 呃子藤树哈 没有没有说什么神秘神秘不神秘感的 对不对 我觉得他的话就像紫衣一样 我我们俩说话都很直很直其实 然后呢 这件事情的话 并不是他不愿意跟你们见面 他其实他就是昨天都呃 昨天我们俩下播的话 我们还聊了一会天 然后他说 其实他想跟你们就是见面的 不然的话就是 不是因为他工作原因的话 他肯定会跟你见面的哈 几家姨们 以前露过脸呀 啥 他不是账号各位说他们 他不是账号哈 账号的事情的话 大家就呃 不要一直在提了吧 因为昨天你们也呃 可能有些人哈 你们也看到了 就账号也是过来找了紫衣的 然后我我们 我们三个哈就是 当着面也也说了 也跟账号说了 就是让他以后就不要再来找紫衣了 他是汉族吗 不是他是遗族 各位说他们他是遗族哈 对是他更帅吗哈 对你们所以说你们要理解一下他 你们要理解一下他哈 你们要理解一下李洋就是他不是说不想跟你们见面哈 不是说不想跟你们见面哈 对你们你们那个一下理解一下理解一下真的 对对账号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在紫衣面前面前再提了好不好 嗯 直播的直播能在直播间吗 还能到别人家吃饭不相信 他不是哈 他哥也说他是什么呢 他是帽子叔叔哥也说爱门 所以说不并不是说哈 刚有可能就是有新粉今天第一次我们进我们直播间的话可能觉得哦 你们俩就是保持神秘感怎么怎么样 其实没有人给你保持神秘感哈 那是因为什么他是因为他工作原因哥也帅吗 对我们的工作性质啊他就是不能到处是吧 更别说在呃在直播间跟跟那个了 所以我就后面慢慢的呃我再找个机会跟大家见面 因为现在的话确实啊我们这个东西做什么都需要报备的 对是的所以说并不是说并不是说不跟你们见面呀 或者如何如何对不对 都不回复一下有排骨吗 今天没有排骨哈今天没有排骨哈 大家理解理解一下吧 哥们说对你们觉得理解的话 你们打个理解好不好 这样子的话我都觉得 嗯 对人家是吧是吧 好想我自己自己想吧 对你你一直顾着跟大家聊天都没怎么吃 对刚有人说哈 嗯你保持生命感吧 然后你这个工作好好了不起啊怎么怎么样 不是说了不什么了不了得起的 哥也帅一妈哈 对他是什么呢 他是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县城里面就是 就是帽子叔叔几家以后 所以说他并不是说不想跟你们见面呀或者如何哈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帽子叔叔呀 嗯 所以昨天他来找我的时候我都看到他就是 嗯 他来找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点就是 害怕因为他的皮肤压制嘛 今天没有穿那个皮肤了吧 没有 保安 哈哈哈 对昨天有人说他的保安吗 哦不是有人说是张号说 对张号是想说的 其实那个一眼就能看那个那个皮肤的话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哈 那边有一个阿姨我叫他过来吃饭哈 我我要不我去叫一下 他可能听不到嗯也可以你去跟他说一下 我去吧那边有个阿姨哈我叫他过来一起吃饭吧 嗯 你看他现在的话都是什么呢 他现在的话呢都是很就是很勤快 然后呢就是感觉他在我们这边的话都觉得 就是他是这位这里的主人 然后又是感觉自来手的那种感觉 他其实他性格挺好的各位帅们哈 还是不要违规了对不要不要再说 嗯 嗯 要好好对待子音 各位帅们你们说就是你们觉得就是李扬的话 你们觉得怎么样呀 各位帅们他现在不在我问一下他们 我问一下你们好不好 然后现在他不在 他去问跟那个那个 因为那个阿姨的话就是耳朵有点背 你们觉得如何呀 就你们看他说话的那种说话那种 你觉得如何呀各位帅们 我不知道我真的我现在的话就是 就是虽然说他来找我的话我都觉得我是觉得怎么样 我是觉得以一个朋友的方式 以一个朋友的方式哈 以一个朋友的方式 呃去怎么样去跟他相处 然后呢 嗯 我现在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该怎么去说 然后呢他他的话也没有问我哈 人家他的话就是没有给我一点点压力的 其实他没有给我一点点压力 是同学吗咋认识的 他的话是相亲就是我我舅舅各帅们 我舅舅的话呢就是说呃 给我的介绍的一个相亲对象 然后呢我们俩小时候的话也是见过面的 因为我们双方的父母的话他们都认识 他们都认识 然后呢我们俩小时候还一起就是就是玩过呢 就是小朋友就是对对 嗯他有编织吗 但是不能说各位帅们他是不能说的哈不能说 但是他比你大 对他比我大各帅们他是比我大的 姐姐你长得像李庆 我长得像李庆怎么可能呀 呃他经常看你直播你说的 你说 你想听的话他肯定清楚 那你说的是青梅竹马 不是我们俩不是青梅竹马各帅们 我们俩的话就是只有小时候见过一次面 然后呢 这后面就是因为小时候的话是因为他的外婆 各帅我们我下雨了 他的外婆就是住在我们那里吗 然后他们就是从就是小时候就是来 我们那拜年 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就一起待过一两天 我什么时候开播的 我现在才开播十几分钟各帅吗哈 欢迎哥你树树进来 然后你们一会的话 你们也可以帮子姨去问一下他几家一门 你们是我的娘家人对不对 我今天为什么怎么样 今天为什么给你们开播的原因是什么呢 快点来吃饭吧 就是想让你们去看一下他 那个阿姨他说他不吃 不吃吗对 你把衣服都淋湿完了 没事没事 小时候碰过手 我们俩没有碰过手哈各帅们 我说 他说就是我刚刚跟他们说 他说我们俩小时候就是一起玩过嘛 就玩过一次嘛 然后他说我们俩小时候有没有碰过手 小时候 记不得了哈 真的时间太久了 对 你让结果分吗 要不然你还是跟他们说一下 你自己的就是家里面的情况呀 或者是你自己吧 因为今天就是这个号的话 有很多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是谁 大家好哈 我叫李杨我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 然后我的话 也在这边县城上工作嘛 然后我跟子音的话 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县的 但是不是一个镇 不是一个村的哈 对 然后我的话家里面 现在的话就是父母的话 他们自己做点生意 还有个妹妹 吃你吃哈 好好好 边吃边聊哈 对好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年龄多大 年龄啊 你有没有结过婚 年龄 哈哈 那结婚那是不可能的哈 我说实话 我连朋友都没有怎么谈过 应该说算没谈过吧 然后我今年27岁哈 27岁 以前听说过这个人 不是那个的话呢 是我的定的一个娃娃亲的那个吗 不是这个哈 不是他不是他 哥川不是他哈 你你还你还定过我定过娃娃亲吗 对啊 那那现在是怎么样了 现在没有了 如果说 如果说有定了娃娃亲的话 我早就去结婚去了 就是什么好吃的 哥川我给你们看一下吧 说的也是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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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一下你王 看到没有哥川文 羊肚菌拿来炖土鸡哈 特别特别香 我就说你要是定了娃娃亲的话 你舅舅也不会一直 一直一直 跟我在那说你念叨你的 解约了 刚有人说有 有人说我的娃娃心里解约了 哈哈 娃娃亲解约了 哈哈哈 欢迎哥也四十一门进了哈 说话很好 听很好 嗯 听说话是一个很好的男孩子是不是 谢谢啊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 谢谢大家的认可 嗯 你呀 你喜欢紫衣 哈哈 你不要 不是啊 我看 我看就是他们在那说的 我就看了一下 嗯 这个的话 谁问的站出来 不能这样子问我 哈哈 对 怎么说呢 就是才见面 才见面 今天才算是第二 正式的哈 第二次见面 嗯 这个的话 为时过早了一点 但是我是很欣赏他的 真的 真的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能干 然后特别这个勤劳 然后今天哈就是我说我一直给他带个东西上来 呃 买点菜上来之类的 他都说不用了 还特意的把自己家里面 那个喂的那个老母鸡给我炖了 然后让我觉得 怎么说呢 真的很持家 很持家的一个女孩子哈 我只是把我的真实的那个心里面的想法给大家说一下 嗯 第一感觉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说可以说你们的话呢 就是也知道 我之前的话 其实我今天就是不想说这个事情 然后呢 很多很多人都在问我 嗯 呃 子音你们两个是不可能的 处朋友还行 嗯 有人说我们不可能 然后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觉得 我觉得 是吧 男为婚女为嫁的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而且我觉得 可能我还觉得你可能有点看不上我呢 到时候 我还有点缺乏自信 因为确实啊子音 她是一个特别特别 在这边哈特别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她她现实中哈 她现实中比那个 现在你们看到的视频里面还漂亮还漂亮 真的 你不要这样的夸我 你这样的夸我 我脸又红了 不是我我实话实说呀 他们怕子音高攀不起了 嗯 怎么会呀怎么会 工作都不在一个地一个地位 你愿意吧 没有我觉得真的哈 我这个工作 我这个工作其实我 我跟大家说实话 我本来我是比较 愿意去做生意的 但家里面的话就是 父母的话 呃老年人嘛 他们就想着能有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一直哈 一直都让都是怎么说呢 我也是一直中规中矩的跟着他们的想法在走 就本来我是不呃不太喜欢 就是这样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因为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确实呃怎么说呢 你们也知道很辛苦很辛苦 而且的话他约束性太强了 就比如我现在想跟大家见个面 他都不能轻易的跟大家见面 对 其实我不是说呃不爱这份工作我爱 但是的话就是对我的话 我感觉有点点就是束缚 本来我现在我也是特别想给 我也是特别想跟大家见面的 对因为很多人哈 刚刚就是说呃那个的时候 我看很多人都在都在打一 嗯建议还是多了解一下 对刚有人说哈我们俩的话呢 呃又说门不到户不对 然后我们俩的话其实各帅嘛哈 我们俩的话双方父母的话都是很喜欢 就是让我们一直都是错 我们俩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问题的话呢 还我觉得暂时还就是不想说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时间就是还没到 然后对不对然后我觉得 嗯你不要那么快心 怎么可能更帅嘛哈 我跟他才认识多久呀 而且里面有些人说怎么怎么样的呃 其实我觉得哈女孩子能够别说养家糊口了 他能把自己就是自己的那个自己养好就行了 对而且呃我的话你们说我的 其实我的工资其实也不高也就几千块钱 所以你们就不要说什么门不当副部队的这些了 这些的话是吧 要要是真的有要是真的这样的话 我们的父母肯定不会那个的 他们就是觉得认可了认可对方 所以才才让我才这样介绍我们的介绍我们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呀 有好多人都说怎么认识是不是 呃这样子各位帅们 你们不知道我们俩怎么认识的话呢 你们给我们扣个小一好不好 不知道我们俩怎么认识的给我们扣个小一 然后呢 估计也是外向心 对我觉得他跟我的性格就是一样的 因为他的话也是这样子 就是有有啥就说啥 心里面的话 我觉得这两天就是接触下来的话呢 跟你们也是哈 你们一也可能 呃知道一二对不对 有那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俩怎么认识的吗 你都不知道呀 那么多人啊 是这样的哈就是呃 你看他现在的话都是跟你们是都是自来收 对 我的话性格比较外向啊 所以就那个呃是这样的哈 就是我们的话 从小小的时候已经见过一次了 但是那会儿年纪都太小了 记不清楚了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呃 子音他的舅舅一直在中间 撮合我们介绍我们认识 然后后面的话呃就是呃 我跟子音也就是加了联系方式 是的 然后就是 也也尿了 偶尔也尿了